道帅林一增先是被撕坏保送 紧接着林一增开始倒垒了 他倒向二垒 倒垒成功 这也是他个人年度第35次 同时也是只望三年以来 第100次的倒垒成功 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林一增倒垒 道帅之名果然是名故虚传 全场的观众都看得是大呼过瘾 而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 就出现在二局下半 兄弟对这球落点相当的好 投手阿Q传一垒 再传二垒 本来想要double play 但是没有想到传偏了 反而形成了一二垒友人 紧接着吴福连大棒一挥 挥到了左外野方向 一支漂亮的拳雷打 一口气拿下了三分 在二局下半 兄弟队就以4比0 领先了统一师队 当比赛进行到五局上半的时候 战况又有了变化 统一队靠着安打连连 跟兄弟队守备上的失误 球员登战上了一垒 紧接着宇文生 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一支漂亮的安打 两位跑者奔回奔垒得分 再加上曾志珍一支 杨川全力打一口气拿下了三分 不过最后统一师 还是以3比4败给了兄弟相对